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里白糖屋顶上留下了他至今最著名的壁画之一 创造亚当 这幅不求之作在网络上各种火爆疯传的恶搞修图 也间接地提升了创造亚当的知名度 相信大家也一定会注意到壁画中的一些夺人眼球的重点 上帝和亚当的这个手势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眼熟呢 当初诺基亚的开机画面在非常火热的时期 就有许多人将这幅壁画联想在一起 就不知道当初的设计师是不是从这幅画里找到了灵感呢 再来就是亚当的小鸡鸡啦 除了这些较为表面的细节外 其实近年来各界也发现了米开朗基罗的创造亚当 也加密了某些不为人知的含义 这其中就隐藏了人类千年智慧的伟大秘密 还没订阅的朋友们记得按下订阅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最新影片通知 在破解这幅著名壁画前 我们先来翻看米开朗基罗的一些创作历史 与当时主要因画作而名声大噪的艺术家有点不同 因为米开朗基罗是以雕塑家的身份而闻名的 并且以当时的达文西和拉菲尔并列文艺复兴三节 但米开朗基罗却总是鄙视达文西 也不喜欢拉菲尔 当然三节不合的原因还有竞争等很多因素 而且他本人脾气也非常火薄 因此受到惩罚 但没想到的是米开朗基罗却因火得福 为世人留下了另一副经验的杰作 从此米开朗基罗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创作才华 一发不可收拾 在绘画、雕塑、建筑和诗歌等等的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文艺复兴系列首要特征之一便是当时的艺术家寻求对人体的精确描绘 有一大部分的艺术家也同时是解剖学家 米开朗基罗对解剖学的兴许广为认知 为了深入研究 他曾进行过试检 也承认了自己对这项学术的爱好 许多学者在创造亚当中就看出了与众不同的图形 他们惊讶地指出 创造亚当是一幅完美的人脑横断面的解剖图 如果我们把人类的大脑与上帝鼓起的红色轮廓进行对比 仔细观察后会发现 围绕众天使的绿色缎带 看起来就像是一条连接脖子的大脑动脉 甚至还出现了血管 最底部的天使就像是带有轮廓的脑干 上帝的右手穿过前壳皮层 这是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所在 这个重要的信息表示了 一时才是赵五族给予人类真正的礼物 上帝向亚当伸出手的画面 就像是为了传递生命的火种 而这不单单只是生命 还允藏着神秘且深奥的智慧 在圣经创世纪里 第一章的第26节有这样的记载 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 而米开朗基罗对于这句话有着自己的解释 根据流行的说法 米开朗基罗在这个作品当中加入了人脑的元素 并且暗示一个人看起来很完整 但如果没有思考的能力 他将无法接近赵五族 还有一种理论就比较违背了宗教意识的形态 认为壁画中的人脑是表示了一切都是由人创造的 而上帝是他们想象中的果实 神与人之间是二合唯一的概念 而这种思维能力也就是人与动物之间的主要区别 还有一种不那么广传 但还是非常有趣的医学解释 科学家在上帝的轮廓上看到了产后子宫 并认为这是艺术家暗示着人类的单身 在这个版本中的红色轮廓 被认为是存留在子宫的态盘 天使的绿色围巾其实是期待 科学家们还注意到了女性身体的轮廓 也就是位于亚当身后的一座蓝色山球 高处的头顶被认为是女性的胸部 亚当躺在一块巨石上也并非偶然 根据古老的传说和信仰中 许多石灵都是从石头中诞生的 不管这些理论大致上是否属实 但唯一肯定的是 大脑至今还是谜一样的存在 科学是大自然的伟大 但艺术是人类的伟大 千百年来各个时代的艺术家 透过对美学的追求 为我们带来了刺激视觉感官的美妙体验 透过自身独特的智慧 不断地为世界带来无穷的创作探索 就像米开朗基罗 凭借着自己对传统宗教的信念 以及坚实不懈的艺术热情 来表达对神的情景 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大力的分享出去哦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